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很尊老爱幼的 只要不是一些特别过分的老年人 对于年轻人而言还是比较敬重的 有句话说 不是老年人变坏了 而是坏人变老了 现实中 有的老年人确实非常的惹人厌 所以我们就要以此为借鉴 不能成为招人闲的老年人 生活中 人到了老年 要想不让人嫌弃 最好不要做下面这六件事 才会被人所敬重 不倚老卖老 把年龄当借口 戴维·德克尔说 对老年人的尊敬是自然和正常的 尊敬不仅表现于口头上 而且应体现于实际中 前几天在网上看过一则新闻 说的就是这样的事 有一个年轻人辛苦工作了一天刚刚下班 坐在公交车靠边的位置 靠着窗累得睡着了 过了几站 一位老年人上来了 刷了老年卡后 用眼睛扫了一眼车上的座位 发现都被人坐了 老人走了几步 站到这个年轻人的旁边 想要让他让座 而此时的年轻人早已进入了梦乡 根本就不知道身旁的事情 而那个老年人 看年轻人不为所动 认为他是在装睡 便用手拍了他几下 而年轻人睁开了朦胧的双眼 显得有点懵 还没有等他反应过来 这个老年人就对他破口大骂起来 说 你这个人一点尊老挨幼的美德都没有 真是枉为人 而这个年轻人 也没有去回应他什么 只是站了起来 把座位让给了他 其实这个老年人 是一个身体非常健全的人 站一下子根本就没有什么 但是他却认为自己的年龄大 别人就应该把座位让给自己 尊老挨幼的确是传统美德 但是有的老年人 就会以自己的年龄大为借口 认为年轻人就应该尊重自己 凡事都应该先照顾自己 但是要明白 尊重是相互的 只有自己尊重别人 才能被别人所尊重 而一味的以老卖老 就只会让人所讨厌 所嫌弃 所以 人到晚年 要想不让别人所嫌弃 就不要以老卖老 用自己的年龄为借口 不要邋遢 要注意自身卫生 雷一说 一只懒惰的羊 连对自己身上长的毛 都觉得负荷沉重 有的人到了晚年 对于个人的卫生 便懒得打理了 平时根本就不注意个人的卫生 拉里拉他的 其实年纪大了 也不用像年轻人那样精心打扮 但是起码也要让自己卫生一点 在现实的生活中 有的年轻人 不让老年人碰自己的孩子 就是由于有些老年人 实在是太不注意卫生了 手脏了 也不去洗干净 甚至有的老年人 衣服都可以好几天都不换 而要是长期以往这样下去 便会受到子女的嫌弃 所以 在个人的卫生上 不论年纪多大 都应该要注意卫生 既为了自己的健康 又能够让子女待见 何乐不为呢 电视剧都挺好中 苏父住进儿子家里之后 上侧水不冲水 几天不洗澡 还好儿媳妇是一个不爱争执的人 只是和自己的丈夫抱怨一下 倘若换成任何一个不好说话的儿媳妇 我相信立马会甩脸子 人到老年 要想不讨人嫌弃 那么必须要注意自身的卫生 每天洗洗澡 然后穿得干净整洁 当你身上没有什么难闻的异味 才会让年轻人愿意去靠近你 去接纳你 不要在子女教育孙儿的时候 盲目地插手 柳宗元在《种树锅驼驼》传中说过 虽日爱之即时害之 大概的意思就是 虽然说是爱他 其实是在害他 在生活中 有的时候对孩子也是如此 人们都说隔代亲 但是在孩子的教育上 老年人带孩子的时候 常常很不下心 孩子想要什么 就给他买什么 而也因此 对孩子太过于溺爱 朋友小妹的儿子今年六岁 但是非常的蛮横不讲理 而这也跟他的奶奶有关 平时小妹的儿子想要什么 他奶奶就给他买什么 有一次 他们三个人去超市买东西 经过卖玩具的地方时 他儿子看到一件 比较大型的玩具就想要 小妹跟他说 家里的玩具已经很多了 不能买了 而不讲理的儿子 便哭喊了起来 但是小妹心想 不能老是任由他这样 便狠下心来教育了几句 不管他怎么哭闹 都不妥协 想让他痴难而退 但是他奶奶就不乐意了 说他喜欢给他买不就行了 说完便去哄孩子了 而小妹便反驳了他奶奶说 孩子不能老是惯着他 会惯坏的 但是他奶奶根本就听不进去 小妹的话 还是执意去帮孩子买了玩具 其实 老年人对孩子确实是比较溺爱的 根本不听子女的劝告 表面看是爱孩子 其实是害了孩子 如果要是不懂得改进 那么最终肯定会跟子女引发矛盾的 而在子女教育孩子的时候 如果自己总是盲目地插手 那么也肯定 也会被子女所厌烦的 不要和儿媳没有界限感 电视剧都很好中 苏妇之所以让儿媳妇忍无可忍 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没有界限感 私下用儿媳妇的毛巾 很多时候 一个老人用什么事情 或者用什么东西 都和自己的儿子说 就算是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都是亲父子 作为儿子的 一般不会嫌弃 然而儿媳就不一样了 因为儿媳再怎么懂事 都不是自己的女儿 如果作为公共的没有界限 那么就算是儿媳妇明面上不说 心中也会安生厌烦 不要总感觉自己被苛待 一味地作 不可否认 很多人年纪大了之后 因为退休了 所以总想在家里找一些存在感 并且让子女对自己重视起来 然而当一个老人 在子女面前一味地作 那么不仅不会得到子女的认同 反而会适得其反 遭子女厌弃 人老了要扶老 只要子女能够过得舒服 要懂得替他们高兴 而不是像电视剧中 苏父一样 一天天变着发的给子女添堵 生活中 老人越和善 越能够让子女亲近 越作越会逃人险 有条件的话 尽量不要激进子女的生活 其实 人老之后 就会想着和子女多亲近一些 然而我们应该明白 子女有他们的生活 如果硬要和子女挤在一块 会让自己成为子女的拖累和负担 时间久了 自然让子女心生厌弃 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 聪明的老人 懂得通过自己缓解孤独 每天可以和老伙伴打打牌 跳广场舞 或者在家中养养花草 当一个人的生活越来越滋润 你会发现 子女越会愿意和你亲近 我相信 一个老人最大的心愿 就是不给儿女添麻烦 因此 等到老了之后 如果有条件 最好不要和子女住在一块 这样不仅自己开心 而且让子女越过得舒心 不要过多地去干涉年轻人的事情 要知道自己的定位 也不要用自己的辈分去压迫自己子女 给自己的子女带来麻烦 而人到了这个年纪了 拥有一个好的心态最重要 要知道儿孙自有儿孙福 凡事都不要瞎操心了 享受当下就足以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